爸爸三里被称为高龙总裁的胡军儿子康康 在门瓦里的人气名列前茅 其实,胡军父子连续三季都接到了爸爸节目组的邀约 最终他们在第三季才姗姗来迟 开板的人不是胡军,而是胡军的太太跟女儿 家人们都觉得胡军太偏心女儿而忽视了儿子 想趁着节目的机会,让父子俩出处 胡军奉行,棍棒几家出孝子 当然他不会随便打儿子,但康康犯错 胡军都会直接了当地指出,而遇上女儿犯错 胡军则婉转许多,这也让家人都觉得这种偏心要不得 爸爸三录制至今,胡军也常被儿子所感动 为儿子骄傲、父子俩的关系 也如外界预期的一样,越来越融洽 胡军留言曾因蓝语的合作给观众留下极深的印象 至此,这对师生底在爸爸三再聚也成为节目的一大看点 被要求点评一下师弟刘野,胡军则直言 刘野就是个大乱派,虽然有了家庭,有了担当 但是他就是有话直说,有笔记直接发 我觉得这挺好的 也是在新闻中心上来报道